人生有很多事情 比我們所謂的比較複雜 這裡的時間 我也不知道跟你介紹清楚 真的是細如人生 很多是比想像複雜 本土之演員蘇炳憲 才破文宣告情段結婚 十八年的妻子 恢復單身 沒想到現在卻經傳 他有小三 甚至還有親密對話流出 蘇炳憲甜蜜寫下 我是你的 對方則回稱他帥老公 一連串甜言蜜語曝光 自稱是小三的無性女子 說已經當了蘇炳憲 十八年的女朋友 沒想到他在離婚後 還是不認兩人關係 讓他氣得燒炭情深 不過蘇炳憲回應 婚是在今年七月離的 而和無性女子則是在十一月 才透過網路認識 駁斥十八年小三之說 甚至反向對方威脅自己 要把兒子變成小撥塊 而且結婚也好幾年了 就覺得已經沒什麼話題了 應該要有一個 她不該離婚了 蘇炳憲前天在節目上 談言和前妻沒什麼話題 雖然有了孩子後 關係一度好轉 不過最近越來越常吵架 才會選擇離婚 只是沒想到這回網路交友 疑似遇上詐騙 連人身安全都遭到威脅 讓他決定硬起來報警處理 好巧不巧演出這部本土劇的藝人 近半年來都傳出負面新聞 先是劉小義被爆炮牛郎店賴帳 又傳出當家花旦夜華 搶人老公 甚至還有同劇演員欠債吸毒 如今再加一個碰上桃花節的蘇炳憲 只能說演員的真實人生 不輸八點檔精彩 記者文凱晨李一全台報導